美特浦區迫近,風暴揚發燈的首宗致命車禍,兩人死亡。 整個州有130萬會停電,150萬人疏散,12萬多人入住備護中心。 佛羅里達州州長斯科特華,目前最重要是祈禱,潘曉陽報導。 巨峰阿爾瑪的風暗中心在當地時間早上9點多, 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招島群,巨峰帶來狂風暴雨, 美國國家巨峰中心指,阿爾瑪曲蘇近岸有溫暖海水之後再次增強四級巨峰, 陸德的最高震風風速達到每小時215公里。 阿爾瑪異時速13公里,向西北方向移動,正在慢慢離開招島群, 追向淡泊市,除了影響麥利達州,預料亦會對阿拉丹亞州、 佐治亞州、南卡萊萊納州和田納西州造成破賴。 循風所經之處,樹木被吹倒,外面翻起巨浪,多處出現水浸。 國家氣象局預計,阿爾瑪會在當地時間,星期一凌晨, 一大隻頭醜蜜的坦克市聖匹德堡地區, 依據嚴重破壞力的暴風、湧浪、 暖峰等等,互利空眼中心先行到達。 當局已經向佛羅里達州南部多個地區發出暖峰警報, 阿爾瑪已經引發當地手中風暴致命車禍, 兩架車在公路營頭相撞,兩人死亡。 另外,佛羅里達州目前有130萬戶停電, 而邁阿密一個工地的起重機被強風吹倒, 暫時未知有沒有造成傷亡。 佛羅里達州政府下令超過650萬人撤離, 佔全國州約三分之一人口, 12萬7千人入住近500個庇護中心, 7千名國民警衛軍戒備。 而沒有撤離的民眾,當局亦都呼籲他們留在室內躲避。 佛羅里達州州長斯科特接受傳媒訪問時說, 目前最重要為佛羅里達州祈禱, 他和總統特朗普通電話。 特朗普承諾會動用所有聯邦政府一切物資提供援助。 特朗普又先後和佛羅里達州等五個可能受阿爾瑪吹襲的 州州長通電話,相討防災。 辦公表示,會向特朗普和副總統彭斯匯報阿爾瑪最新的情況。 雖然在東面的邁阿密會受到直接吹襲, 但邁阿密的警察部門表示,因為警員都為安全起見避難, 所以沒有辦法接聽投助電話,呼籲市民不要外出。 不過也有市民走到沙灘觀看風浪。 而阿特蘭大使也首次發出熱帶氣旋警告, 預計最高震風風速達到每小時88公里,呼籲民眾加強防風措施。 阿爾瑪被稱為大西洋歷來最強的巨峰之一, 也是吹襲美國第七股最強烈的巨峰。 即使2005年吹襲新奧爾良,造成巨大破壞的巨峰卡特里拿, 都只是三級巨峰。 美國德州和路易斯安拿州早前受到巨峰敲為橫掃, 而和阿爾瑪吹襲佛羅里達州,是有紀錄以來, 美國首度在一年內遭受兩股四級巨峰吹襲, 而緊張阿爾瑪的另一股四級巨峰何塞, 道經和阿爾瑪大致相同, 如料受影響倒罪,有可能再度受暴風雨衝擊。 行政局局長王偉倫在本台節目說, 行政長官委任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, 並沒有與市立像,政府亦都沒有知道市場。 至於房劫就發展梁福郊藥公園邊瑞地, 進行行性研究,王偉倫透露, 房劫正曾找大學學者做項目顧問, 確保研究公正,通事謙謀鬥。 行政長官, 請到朋友, 行政局長官, 分為了解,